好我们再来看看是消防员其实蛮辛苦伟大 平常他们出任务奏火 无论是碰到什么挑战 为了拯救人命都必须要迎刃而止 所以在日常训练就变得格外重要 陶渊士推出的是战术体能的训练 在44个分队分发重训设备 让消防员可以透过重训强化体能 增强奏员的效率 而训练的过程当中 却发现有这个消防队员 其实可以举起360公斤重的六角杠零 这一怪成为了消防员日常训练的小差区 囤腿激发力轻松举起六角杠零 左手再拿起狐狸训练背肌 这里不是一般的健身房 而是打火弟兄训练体能的秘密基地 为了因应特殊勤务 陶渊士消防局特别分发重训设备 要强化消防队员的救援能力 那我们勤务常常救灾救护 救护尤其是救护为大宗 那我们抬起病患的时候 这个动作是很常常会做到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姿势没有做正确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职业伤害 消防队员进行救护行动 常常需要抬起一定重量的救援工具 但是万一用错姿势 就会导致职业伤害 消防队员陈俊阳就表示 搬中午时脊椎应该要形成中立状态 但一般人往往会以弯腰的姿势来搬运 长期下来很有可能会腰部急性扭伤 严重者还可能锥肩盘突出 所以桃园消防局发起战术体能训练 不只让消防队员可以减少职业伤害 更让原本需要两人作业的救援行动 变成一个人就能完成 随着重量训练的展开 桃园消防局的只重奇才也展露头角 喝口水呼出口号 冒足全身力量就举起重达三百六十公斤的六角杠铃 画面中的消防员建美先生 更因为自己壮硕的体格被网友封为怪兽消防员 消防队员执勤时全副武装 身上的装备就高达三十公斤 但是如果还要再抬起重物的话 根本是难上加难 不过随着重训成果的发酵 消防队员突破重围 让重量不再是救援的绊脚石 记者综合报道